大家今天是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訂閱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昨天兩位也都在現場 然後兩位在昨天為什麼我們特別請到 兩位都一起要特別來上我們節目 兩位都被洗了很多不同的身份 李先生他被昨天一個莫名其妙的 據消息指出 也沒有說消息來源是誰 就是說你曾經過去只見過林佳龍選北市 結果換了一篇側翼這時候發現不對勁 你從舉見林佳龍選北市 你突然變成了參加過民眾黨智庫座談 又麗婷講萬安 你繳得我好亂啊 你等一下可能要表態一下 因為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民眾黨 還是你要講萬安 還是你要林佳龍 還是你要黃三三 忠忠支持 等一下講清楚我真的被你繳得很亂 好再來就是誰 再來就是我們的對不對 大哥 彭大哥來 這位發言人彭大哥是統派新黨黨員 代表新黨參選過台北市議員 好 照片也就立刻起底出來了 相關的梗圖 相關的側翼 相關的報導 據知情人士都透露了 我先問彭大哥 因為剛剛其實這個我們的 指揮中心的陳時中也被問到了 他的意思是說 他說這小黃司機呢 是不是有挺龍之間有沒有關聯呢 來社會脫離不了政治 但還是關注疫情 彭大哥 我聽不懂他的意思 真的聽不懂他的意思 因為我也不想去了解 那個台灣旗底我所謂新黨 是40 那個時候是我才 38到40歲左右 今年68了 早就脫離這個很遠很遠 那麼新黨是一個軟性的政黨 是隨時參加隨時不參加 其實這二三十年我都沒有 參與過新黨的任何活動 但是我認為其實我最好的朋友 好幾個都台獨 我認為政治的問題是政治去解決 我們今天所談的是一個很實務 很實務的就是基層大家 生活在你周遭的人都會發生人的問題 不只光光我們小航這邊 威爾他們那邊是多遠的 我這邊比較偏小航這一邊 因為每個人都有實質上的生活壓力 作為公會的領導人 他必須知足必教 必須這樣去做 因為這個很多人 有些人開計程車 也有附加子弟來開的 他當然180沒問題 有些人是無格數餐 無格數糧的這種人 那你要怎麼辦 那他們的機率不都一樣嗎 所以在公問的立場是 去爭取到一個長選 我們更要看到更多的問題的面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計程車的面 所以剛剛陳吉大哥在講的時候 我是非常支持 如果他不把陳時中換掉 我們就把陳永換掉 這個跟政黨沒有關係 當然我私心 如果不是以公會總幹事的身份 我私人是非常贊成的意思 但以公會的立場來講 剛剛就有提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支持這個支持那個 公會的立場是這樣的 誰幫我幫支持誰啊 我的立場是這樣的 無關於個人的政治理念 因為弱勢團體 他有時候是需要一些行政 或一些狀況的人給幫忙 既然受人家幫忙 我們都比較誠樸一點 就回給人家 這個是很單純的事 不要把它想得這麼複雜 所以我不太贊成說 你把一個人好像貼一個標籤 他就是這樣子 他把我當統派 可以啦 隨你講人學 你高興就好嘛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嘛 對不對 那對我來講也不會受傷害 這種年齡我也不差這個 我也不會跟你爭這一些 我只是想看到的問題是 你到底怎麼回應 到底怎麼回應 那我一直很質疑的就是說 一個指揮官 指揮官基本的定義 是在軍事上 就是為了有效率 他能夠設立指揮官 就讓指揮權 但他的目的是 協調各個所有的單位來 去做你缺了什麼 缺了錢 缺了兵缺了糧 我指揮官要協調 不是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嘛 如果指揮官都要 你這樣做 那總統直接來做就好了 不是這樣子嗎 那你指揮官到底做了什麼 我只看到好像 柯文哲跟那個侯友 好像 大家都在酸來酸去 人民看得很奇怪 那你指揮官在這什麼 那如果這樣子 你好像你指揮權 也不太集中嘛 是不是 那你這樣做 對我們有什麼幫助 問題很多了 所以我那天 今天我特別講到的問題 我希望物資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 你能夠把它弄清楚 公告一下 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事 第二個 我也希望說 剛剛呼籲一下 一些台灣的有錢人 或者有善心的人 你們可以在這種時候 來贊助一下 比我們更窮的人 因為他們也真的需要 真的需要 那你國家就應該讓這些 願意出力的人 去買得到 去弄得到 那我的懷疑 我為什麼質疑他所謂的 有道德疑慮 就是明明就好像 郭台銘去買那個 BNT的事情一樣嘛 那個磁劑去買的 一樣的嘛 反正就用程序去卡關嘛 對不對 那你這個動作做起來 讓人家就覺得你有問題嘛 你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就很直接的問問題嘛 別人不要錢 國家送 因為他怕你影響別人 到美國不是 到超市都可以去打 那個什麼什麼 一樣的意義嘛 就是怕你傳染別人嘛 是不是 那為什麼台灣不能做 為什麼台灣不能做 這個就是我質疑說 這個政府在做什麼嘛 你們議員也好啦 立委也好啦 我也想的問題 不要一天到晚 講的不清不楚的 好像做秀那種方式 實質的問題 拿來討論一下嘛 對不對 這些問題 我 聖長大哥我給你報名 你如果去我就跟你去 確定我報名 我給你一起去 我給你報名 我們感謝一下我們的 這個蔡雅芳網友的董內 說支持計程車司機革命 我們也感謝豬豬豬家族的董內 他說快篩世紀是台灣研發出 今天我就以實名來告知這些官員 本人賴月明 沒有什麼學歷要找來 這個政府官員這幾年 為人民做了什麼事 現在在這裡討論著 疫苗要錢 快篩還要賺錢 繳了稅還要這個額外付出 這個國家只能說爛 那些高官級立委 他認為說其實都沒有 好好的去算盡監督的責任 不配領人民的錢 感謝您的二次 還有三次的斗內 我們就要問一下 那個可以左右台北市選情的男人 周旋在民眾黨 講萬安和林家旺之間 想要害人家沒有辦法 我看明天的這個標籤 我們的李先生應該就會是 是你黨陳時中去選舉 那歡迎大家來 我先講一下 就是這個林怡錦 林怡錦就發剛剛那個很過分的文 所以希望呼籲一下大家 尤其是我們司機 去抵制一下 就是他 我派助理下去買筷子 對對對 就他 那我再給大家看一張圖 我支持林佳龍嗎 我丟過他雞蛋 你為什麼不用這張照片 我昨天對陳時中還客氣 是用淚雞蛋 反正現在淚很紅 林佳龍是真的丟 不過當時我們在四年前的時候 103-1政府的政策整個改下來的時候 我們面臨的是一萬多個人的生計 在那一段時間就要被停了 所以我們不斷的抗議 不斷的抗議 抗議到政府願意稍微有點妥協 讓給我們一點空間 讓我們有時間去轉換成計程車 那時候我們跟林佳龍談的就是說 可是我碰到的問題有幾個 第一個 我考試場次不足 第二個 我車子貸款有問題 因為我要從R牌車變成T牌車 第三個 我願意做 我願意佩服政府的政策 我需要的是時間 我來不及 你只要一公告 馬上好幾萬人就沒工作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們來做 這幾個重要的問題 他有聽進去 然後幫我們解決了 我印象很深刻 公路總局 我們去公路總局 全台灣的警察 交通大隊都來 在公路總局這樣一直開會 桃園說場次可以多一點 我剛剛算一算 我說不用 結果桃園說不行 長官交代 場次就要給你們 你說夠 我們一樣給你 那這些困難的東西 我們配合國家政策 我們面對 我們在整個要去走的時候 我們面對的問題 當時他當交通部長 我們跟他反映 他告訴我們 他來解決 那他有幫我們解決 他聽得到我們的聲音 我的困難是什麼 他做了 那過了好幾年 他也離開交通部長了 我們就在網路上 在媒體裡面 看到說他好像有可能 會成為台北市長的參選人 那我們就覺得說 那很單純嘛 你曾經幫過我 我解決這1萬多個家庭的問題 那我就寫個舉薦信 那我寫舉薦信跟陳時中做的 我要快賽機我拿不到 我要活下去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啊 我跟你講你陳時中 這麼在意我的舉薦信 可以嘛 你快賽機每天給我 我舉薦你啊 就這麼簡單嘛 林佳龍幫我解決1萬多個家庭 你陳時中幫我解決10萬個家庭 我就舉薦你啊 有可能 就這麼簡單嘛 而且你請他現在下來的話 其實你也是幫助他 可以趕快投入選戰那些 對 他如果做我也會幫助他 我們一點都 然後我們一點對政治都沒有興趣 我現在我說坦白一點的 這些基層的司機就是要一件事情 我要換下去啦 你要投資你要投資你們家的事情 我現在都換不下去了 我要怎麼倒離啦 就那麼簡單嘛 政治歸政治 如果我跟你講我昨天晚上 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本來那個新聞都是我們去抗議的 結果突然砰一條出文 什麼獨家什麼 我自己看了一下 然後我去FB看 怎麼又變成這樣 蔣萬安是因為7月份打疫苗的時候 蔣萬安帶了礦泉水 帶了口罩 帶了那個防護器 去送給在現場排隊的司機 打疫苗的時候 人家來送物資 難道我要跟蔣萬安說滾 我可以這樣子嗎 那你就說我挺他 人家來幫忙耶 人家送水來給司機 人家送罩子來給司機 人家送口罩來給司機 我當然要拿了麥克風跟他說謝謝委員 感謝委員照顧我們 委員幫幫我 不然你告訴我嘛 你要我講什麼 蔣萬安很爛嗎 當下你我 你要我講什麼 對不對他確實在當下 他做了一件關心司機的事嘛 民眾黨 我去參加那個是為了什麼 我們是為了工會的事耶 爭取權益 對因為我們之前爭取工會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卡關嘛 所以民眾黨的智庫 他們那個時候舉辦了一個 在工會上面台灣工會的困境 希望我們去分享 我們在工會上面面對的問題 困難是什麼 我是覺得 不要你不能解決這些基層司機的問題 你是不能解決還是你是不願意解決 那你可以解決 但是因為某一些原因 不管是什麼原因 你不解決的時候 你不要把這個 你不能解決的無能 去把它連到其他的東西上面 然後要去模糊這樣的焦點 去模糊你的無能 旺旺水神 還有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一直在噴音的這個叫做 旺旺水神物化器 哪裡買呢 可以到快點購的平台來購買 同時現在 中天的觀眾有好看喔 你上快點購買物化器 會送水神 也推薦大家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CTR588 可以有相關的折扣優惠